是是非,非是是,真真假假,虚虚实实,你说它是真,它就真,你说它是假,它就假,虚是时来,时是虚,时是虚来,虚是时,让我来说说赌场里的那些事。 我在赌场工作多年,遇到过的许多事情,在我的节目中,如果和您的生活有了一同,纯属巧合,今天我来说说,在赌场,您为什么会输钱? 首先,您要相信,在赌场里是有许多讲究的,我今天就给您讲讲我的一次诡异经历,我做的是在赌场发牌的工作,因为我做的是小赌场,这里用几句话简单介绍一下, 小赌场的工作,是可以自己拿小费的,而大赌场的工作,都是大家评分,再简单的解释就是,小赌场是私有化,大赌场是共产主义,就是说,在小赌场如果我今天赚了一万美金,这一万美金是我自己的,我可以自己落袋为安,但是如果您在大赌场工作,今天我赚了一万美金,那么我就要和几百人,上千人,去评分这一万美金, 所以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,凭什么我辛辛苦苦赚到的钱,要和别人去分呢?这就是区别所在,如果您经常去大赌场,看到的都是poker face,您给不给它们也是无所谓的,而我们小赌场,是以小费为生的,所以您去小赌场,一般都会有很好的服务,所以这么多年,我一直在小赌场里工作, 今天让我给您讲一个,他为什么会输钱的故事,这是一个真实故事,有一个美国人,他是我们赌场的常客,我以前发过几次牌给他,但从来没有在他身上赚过钱,可是听我的同事们讲,他是一个小费非常好的客人, 经常有同事从他身上,三十分钟之内赚到几千块美金,所以每次他来赌钱,我的同事们都很兴奋,因为他们觉得今天又会赚到钱了,我去到桌子上的时候,他的面前有三排黑色的筹码, 在我们赌场,黑色筹码是一百块美金一个,也就是说,他面前有差不多三万美金的黑色筹码,在我前面发牌的人下桌子的时候,我看到他的盒子里面,有很多绿色的筹码,也就是说,我前面的人从他身上赚了非常多的小费,也应验了那些同事们的传言,我想,以前我没有在他身上赚过钱,也许今天他赢钱, 会不同吧,我这么想着,开始发牌给他,他放了三百美金,两手,赢了,接着,他玩三手,每手三百美金,又赢了,我一上桌,他几乎把把都赢,几分钟之后,他的面前又多出一排黑色的筹码,四万美金,哇,我当时就想,赢了这么多钱,还不走,这是要拿下我们赌场的速度啊, 难道您想把赌场都赢走吗,还有一件事他好像忘记了,就是我让他赢了那么多钱,他居然没有给小费,难道他是真的忘记了,还是诚心忘记,他居然没有帮我败小费,我当时很奇怪,一边发牌,一边心想,为什么别人会说你是小费好的客人, 却这么吝啬,赢了这么多钱还不走,而你好几次在我的桌子上玩,我即使给你钱,你都忘记照顾我,这一定有问题,让你赢钱,我赚不到小费不说,可能还会被老板骂,那又何必,在赌场经常玩的客人是知道的, 他们和发牌人之间,其实有一种共存共融的关系,我照顾客人是我的工作,让你赢钱也是我的工作,没有人愿意让你输钱,除非赌场的老板,因为只有让你赢钱,我才可以赚到钱啊,而你赢了钱,却不照顾为你发牌的人,你一定会输回去的, 我心中开始郁闷,一郁闷,这郁闷小鬼就出现了,真的,那感觉是真可以体会到的,其实,给不给都在一念之间,赢不赢也在一念之间,输不输更在一念之间,经常去赌场玩的人,一定相信赌场里是有鬼之说的, 鞋门,在我们中国的传统中,经常赌被称之为偏门,所以,我们认为这份工作就是偏门工作,你不信鞋是不行的,一定要信鞋的,才可以进门,我继续发牌给他,真鞋门,信不信有你,小鬼开始作怪, 因为,我感觉牌风一下子就变了,突然间,他开始输钱了,一开始还没有什么感觉,因为毕竟他面前有差不多四万块的黑色筹码,我心里想,反正我也没有赚过你的钱,你不给小费,也无所谓了,就当我白干三十分钟互费,说也奇怪, 当时就见到他开始玩什么,输什么,换手,一手换两手,两手换三手,三手换两手,两手换一手,那感觉,就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,帮着他玩,连我都觉得奇怪,他怎么开始瞎玩了,一般玩二十一点,最忌讳的就是换手,也就是说,如果你一开始玩一手,就坚持玩一手, 一开始玩两手,就坚持玩两手,三手也好,只要坚持,不能换来换去的,这样,会打乱本来很好的排序,我继续发牌给他,当然,我也开始意识到,他有些乱了方寸,所以,我有时候会问他,你是想两手,还是玩三手,他自己都搞不清楚想玩几手了,他不停地换来换去,可是他不再赢钱, 那原来的好运,突然之间走光了,就好像他到了风光明媚的山顶之后,被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,一下子打到山下,在不到十五分钟之内,他面前的四排黑色筹码,竟然全部输光了, 我和他都傻了,太快了,没有反应过来呢,在我这么多年的发牌生涯里,这是一场还没有发生就结束的诡异事件,筹码都输光了,他看着我, 我看着他,我突然之间,为他感到悲哀,本来他是可以风光无限的,去开少的四万块美金,可是,他赢了这么多钱,却贪心不走,贪心鬼作怪,也就是当你最风光的时候,如果你不停手,就是你开始堕落的时候, 输钱的人,是不会记得自己其实是有赢钱的那一瞬间的,想一想,因果关系,就像我们每个人的一生,当你最低潮的时候,也就是要见曙光的时候了,当你爬到山顶的时候,也就是你要下山的时候了, 这是我在赌场工作的一次经历,当然,这不是第一次,也不是最后一次,我在赌场见到很多客人,本来是赢很多钱的, 但是赢了钱不走,最后不但把赢的钱又输回去,还要输更多的钱,那些鬼怪之说,其实是有道理的,如果您不贪心,又怎么会被小鬼抓住心里呢? 小赌一情,大赌伤身,出去玩一玩没有什么,但是,把赌当作工具,就不能怪鬼怪上身了,我是秋菜西雅图,喜欢我的视频, 别忘了点击订阅按钮吧,如果您有关于赌场的问题,欢迎在评论区留言,谢谢您的观看,我们下次再见,拜拜